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 国家给的 社会给的 最近恒大集团的这个许家印呢 出事了 人被抓起来了 这样一下子就让恒党和许家印的问题 成为了一个社会讨论的一个重点 一个核心问题 大家好像以为像许家印同志是不可能被抓起来的 似乎是这么一个看法 那么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应该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只不过这个社会大众啊 包括很多房地产的中间的人士啊 无视风险啊 完全无视风险啊 造成的结果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呃 有意思的是呢 我认识很多啊 房地产界的这个人士啊 有的关系还很好啊 当然也有相当大的部分的人是不认识的 这个不认识这些人啊 但是无论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啊 我大概是在十几年之前啊 十几年之前 这个就像中国的房地产啊 人士和企业呢提供过啊 警告过他们啊 有一个风险螺旋的存在 这个会有这样一天啊 像许家印这一天是会有一天是必然的 我的这个警告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在十几年之前啊 我认识一位老师啊 他也姓陈啊 陈老师 这个他呢 原来是在印尼的金光集团工作的 很多人的话呢 是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啊 这个印尼的啊 这个金光集团啊 他实际上是啊 最早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啊 一个外部的房地产投资人 这个金光集团呢 最开始的话呢 是做木材生意的啊 做纸浆啊 做造纸的啊 木材生意的 那么他有了钱之后呢 他就介入到房地产行业里面啊 因为来自于东南亚的啊 这些华裔的有钱的资本家们呢 实际上都非常熟悉房地产 那么最早呢 也是他们啊 这些外资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些运作模式呢 引入到中国 后来中国的这套呢 实际上都是还是跟外国学的啊 跟这个外国的这一批啊 投资人学的 这当然有自己的也有改进呢 也有创意啊 后来规模越搞越大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 他实际上是世界第一了啊 这么大的规模啊 他当然一定有创意创新在里面 那么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啊 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外部的外资啊 说了算的时候 那么这个陈老师呢 啊 那为印尼啊 景光基他在中国的南方啊 搞了很多的项目啊 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有一次啊 当然我也指的是十几年前啊 跟他聊啊 他就告诉我们说呢 啊 他已经啊 退出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了 啊 我就很震惊啊 十几年前您就已经退出这个房地产行业啊 他告诉我 他做的已经是 啊 很疲倦了 觉得这个行业没有前途 他所说的这个没有前途啊 对着当时的啊 和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 那还有极大的空间啊 真正的高潮和热点啊 还没有到来呢 啊 而这位陈老师就已经认为什么没有前途了 那么跟他聊之后的话呢 我就对这个 啊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 做了一些研究 得出的结果论呢 得出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风险螺旋呢 确实是啊 存在的 而且非常的危险 这个风险螺旋呢 可以被视之为是一个坑 这个坑啊 就是个天坑啊 它规模太大了 啊 它是个天坑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中国房地产行业整体上的运作模式啊 这个运作模式 它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啊 完全不可持续的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啊 比如说一家这个 呃 房地产开发商啊 拿到了钱啊 来投资 这笔钱无论是他自己的也好啊 集资的也好啊 股票上市集资的也好 还是说信贷啊 完全就是银行拿过来的钱 这个还或者说是发行基金啊 筹集的资金也好啊 他拿到了 总之他拿到了一笔钱 拿到这笔钱啊 他就要去买地啊 买地 然后卖楼啊 可能当时的话呢 在很多年以前的话呢 中国人对 呃 这个房地产啊 有着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 再加上城市化啊 这个腿拨助拦啊 大量的人口从乡村积聚到城市啊 这就是城市化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这个房盖好了房啊 开发出来的房子啊 是不会发愁销售问题的啊 有很多人需要买这个房子啊 那么推动的啊 房地产啊 这个价格的上升啊 房价是不断上升的啊 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是呃 相对来说很难收手的啊 房地产的这些开发商们 那么感觉这个生意的前景啊 价格因为不断的在上升啊 不筹卖 不筹卖 房子不筹卖啊 那么他可能就要考虑越做越大了啊 啊 要做大做强啊 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他就要赶紧啊 参加啊 这个拿地啊 那参加这个招牌卦啊 拿地啊 这个准备再做第二轮的啊 这种房地产的开发啊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大问题啊 存在一个什么大问题呢 就是他第二轮拿地的这个价格啊 一定要比第一轮拿地的高啊 因为中国的这个法律啊 啊 规定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啊 那么土地的这个价格 它也是在上涨的啊 因为土地的代理人呢 是政府啊 地方政府也不傻啊 完全不傻 他一定会加价的啊 他一定会加价的 如果不加价的 第一个他的收入啊 就不会提供啊 第二点 他在政治上也没办法交代啊 所以他一定会加价的啊 土地价格有的时候加的还非常猛 我记得很早以前的任志强啊 就面对面的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土地财政问题啊 他是有一定看法的啊 但这个是现状啊 实际上 中国对土地财政的这个依赖度啊 非常的高啊 最高的地方是超过百分之百啊 超过百分之百啊 普遍的地方呢 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左右啊 这样的一个幅度啊 可以 这所啊 地方政府的开支在极大程度上啊 在极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土地出让金的啊 这么高的这个依赖度 这个城市啊 搞基础设施建设 修建水暖电气热啊 道路桥梁这些的钱从来自于哪里呢 啊 除了银行贷款啊 上级政府的拨款之外啊 他自己的这个土地出让金 这个来自于土地和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啊 各种各样的资金啊 是支持啊 这个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政府运作的关键资金来源 他有这个刚需啊 有这个需要 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个土地出让金啊 提高啊 甚至提高的幅度很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一般的行业就不会再敢去拿地了啊 但是因为房价的不断上涨 那么开发商呢 就看到了这样的前景啊 这个钱是要赚的啊 这个利润是很有吸引力的啊 所以土地价格即便高了啊 他也会争着抢着去拿地啊 甚至还有围标啊 等等啊 这里边的黑幕发生啊 都总之都是抢地嘛 啊 抢到之后啊 建好了房子啊 价格就又上去了啊 他还可以再更赚更多的钱嘛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等到进入第三轮拿地的时候 土地出让金更进一步的上涨 买地的时候需要更多的钱啊 需要更多的钱啊 就是钱呢 就这样水涨穿高啊 土地价格呢 是在不断上涨的 房价呢 也在不断上涨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呃 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种状态呢 显然这个危险呢 就越来越增高啊 随着规模变大啊 随着价格的升高啊 它的危险在不断的这个上升啊 这就变成了一个风险的这个螺旋啊 变成了一个天坑 那么终有一天是崩塌的那一天啊 这种状态是无法持续的这一天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情况呢 极端就是属于这种状态啊 随着房地产呢 土地啊 等等这些问题呢 啊 跟政策啊 跟一些触发性的这种政策啊 有着直接关系 但是这个风险螺旋呢 无法持续下去了 这是根本原因啊 这是根本原因 那么这种风险螺旋的话呢 导致不是这届政府也是下届政府 不是这个人也是另外一个人 他一定会啊 采取一些紧缩的措施 那么这些紧缩的措施在外部来看起来呢 啊 就是政策的处发点啊 就会导致啊 市场的整个的这种崩解和崩溃 所以这个市场呢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风险螺旋呢 还有这个天坑呢 它在十几年前就可以被清楚的察觉到 就可以被清楚的观察到 那要么我当初的话 十几年前怎么会发出那样的警告呢 啊 无论是简报 是文章啊 还是思想观点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不停的在谈 但遗憾的是呢 这种风险的这个这些警告啊 这些文章啊 这些思想观点 实际上是很难啊 得到行业内人士们的认同 人在风险之中啊 是很不愿意听那种反面意见的 应该是很难得到这个大家的这种啊 这种赞成 那么真正的聪明人当然是在风险螺旋啊 爆炸爆破这个天坑掉进去之前呢 即使他撤出来 那他撤出来的呃 时候剩下多少钱 也就是他从业啊 以来他赚到多少钱 因为他的这个赚到的钱 一定要投入到拿地上面啊 投入到这个土这个 因为土地出场金不停的上涨 所以拿地需要很多的钱 更多的钱 他当然可以通过贷款解决问题 但是各式各样的成本也是不断的在发生的 讲老实话啊 你要不投入更多的钱 可能你请一些高管都很成问题啊 帮你干活的人 他的需要的这种啊 开支 他需要增加自己的收入 这个也是水涨船高的 也是跟随跟随着不停的啊 出现这种巨幅上涨的情况啊 所以这个赚到的钱基本上都要投进去 那么最后的话呢 这个可能还不够啊 你还要要啊 需要筹集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窟窿啊 这个债务负担啊 这个坑啊 是越来越大的 很难收的路 那么看到这种情况 有的人还是很聪明的 很少啊 这个比如潘石屹啊 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啊 当然这个曹德旺呢 说他鬼精鬼精的 实际上潘石屹我是比较熟悉的啊 他是一个来自于甘肃的啊 这个见过政治上风风浪浪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风险意识很强啊 他在一直是在这个风险的核心圈里面啊 啊 这个飘来飘去的这样的一个人 中国的这些政治上的风浪呢 呃 对潘石屹来说呢 他看的是啊 比较清楚的啊 他的 如果说有一把尺子啊 有一个刻度尺啊 能够让我们来衡量这个风浪的大小 我觉得潘石屹是一个把这个刻度尺看得很清楚的人 所以呢 他呢 就比较及时就退出了 那么他退出的时候 他是带着大笔钱啊 退出的 他把能卖的 能够变现的 能够套现的这些资产呢 都尽可能的啊 进行了套现 所以他带了大部分的盈利 他撤出了啊 这个房地产市场 所以他在这方面啊 潘石屹确实是个聪明人啊 他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 那么比较起来 我们看到其他的啊 那种不断债在债务上爆雷的房地产开发商啊 虽然也都很牛啊 也都很牛 牛的不得了啊 但是这种牛呢 是假牛啊 明显的是假牛 因为他对这个房地产行业 对自身所从事行业的这个风险螺旋 他看不清楚 他不能驾驭啊 他只能壮着胆子啊 这个希望祈祷啊 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 但最终大家都知道啊 都发生了啊 这个恒大呢 是房地产行业的 逃不起啊 人都进去了啊 那么呢 肯定是发生了啊 爆雷的问题啊 碧桂园实际上啊 跟恒大相比呢 他的情况也很严重啊 他有1.4万亿啊 这个负债的情况 恒大呢 是2.4万亿啊 他也过万亿了 那么同样过万亿的 还有融创啊 这个也是1万亿上下的这个问题 还有过去呢 已经爆雷的啊 啊 已经出现过违约的啊 一些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开发商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啊 像福利了啊 华夏幸福了 世贸了 还有过去的金科呀 等等 阎光城啊啊 啊 这个赵家业的那种困难的局面 还有太和了啊 亚居乐了 等等 这些很多还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 1000多亿 2000亿 两三千亿啊 这种规模的啊 这种企业比较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金科的负债只有2600亿啊 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负债啊 啊 这个赵家业的负债呢 是2200亿 太和呢 是2000亿左右 亚居乐只有1900多亿 好像是啊 这些两三千亿的这种负债 当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导致着这种市场的这种震惊啊 所受到的这种啊 冲击啊 啊 都非常的这个啊 都非常的这个严重了啊 这个开发商的局面呢 呃 就是这样的局面 就看你最后啊 在这个风险螺旋的这个行业里面 就看你最后能不能顺利的退出啊 那么在这方面呢 潘石屹做的是比较好的 但是有大量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 啊 要么因为种种原因 要么是没有意识到啊 这个风险螺旋的这种是威力啊 这种杀伤力有多大啊 要么就是退不出来啊 要么就是退不出来 啊 最后呢 都出现问题 都悬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风浪的话呢 还仅仅是开始 现在还是仅仅是开始 那么今后的话呢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啊 这个会因为这个风险螺旋 而身不由己的被卷进去 如果说过去的话呢 这个阶段的话呢 房地产这个行业 在这个风险螺旋的这个打压之下 席卷之下呢 啊 它还是一个资产的层级的问题 啊 就是在资产层级 重组啊 处理啊 啊 解消啊 尽量不窟窿 啊 是在这个层面的啊 这个问题是在资产层面的问题 那么今后的话呢 它有可能啊 这个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这个新的阶段呢 主要是要处置人的问题啊 就处置人的问题 那么这些人的问题的话呢 呃 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啊 建筑与啊 新闻报道啊 这是难以回避的 呃 一个大问题啊 因为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前景嘛 啊 这个各个方面啊 各种来源的资金逐渐枯竭 那么社会资金的筹集啊 就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 房地产开发商啊 过去的这些非常高调的 牛逼哄哄的啊 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啊 就会首当其中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会首当其中啊 所以这个道理是啊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的对比一下的话呢 大家也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那么潘石屹这样的人的话呢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啊 我觉得潘石屹的话呢 大部分主要是跟任志强啊 这个合作啊 来做开发啊 工作 潘石屹负责开发啊 土地这方面 由任志强来负责 这两个实际上呢 是一种合作关系啊 那么任志强后来 因为政治一些问题啊 出了事 他也就进去啊 判行了18年啊 那么实际上潘石屹在这种情况下 他主要的啊 运作模式啊 已经碎裂了啊 这种模式无法持续了 那所以他就转型啊 就转型从纯粹的开发啊 变成资产持有啊 再由资产持有开始甩卖啊 最后吃呃拿的拿的一些净资产啊 对吧 以对外投资的名义或者其他的形式就转移出境外 然后自己人也走了啊 这个就是潘石屹的对自己的这种资产风险的这种解销的啊做法啊 这个套路他是操作的呃比较成功的啊 那么其他的什么购买一个基金呢 这个转移部分资产啊等等表面上看呢 他是合规的啊 也有一些呃收费非常高的啊 律师团队啊 法律团队啊 帮这些人操作这些事情 这些做法这些解决方案实际上啊都是赚这些开发商钱的啊 无论是律师也好开发商也好 他们这些行业的头部的啊 这些人士呢 其实都明白啊 这些解决方案是不管用的 这个像许家义来说啊 他自己进去了啊 这个被抓起来了 他的孩子啊 主要的一个孩子啊 参与多的跟这个债务啊各个方面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儿子也被抓起来 那么这两个人都在一起啊 即便他转移出去了一些啊 这个规模比较大的这种资产啊 最后这些资产相当的部分还是会回来的啊 因为他的持有人境外的持有人啊 即便能够不把许家印当回事啊 他也一定会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儿子啊 不不当回事吧 他还是会把资产啊逐渐的转移回来啊 甚至会自首啊 我觉得这种局面啊不是啊 很难处理的 从政策面的角度来看 不是很难处理的 相对比较清晰的啊 是容易处理的 而且这种死结呢 是抓在啊 中国国内这方面的啊 这个手里面的啊 这个恒大也好 还有其他的这些开发商啊 啊所用的这些种种的这些方法呀啊 这些技巧啊 这么多年了啊 政策面啊 这个在正担控政策的这个啊 这个团队的这个手里面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啊 那些法律团队啊啊 律师啊会计师们啊 是解不了这个套的啊 他们没有这种能力啊 他们的水平到不了那个程度 那么所设计的这些方案自然也就是啊 不会是一个啊 一些非常高明的方案啊 他们只是看似合规 但是所有这些看似合规的这些方案最后都是罪行啊 啊宣判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都是罪行哪个都不合规啊 这个就是一个呃一个非常微妙的啊非常微妙的一种状态吧啊 这就是中国呃当前的啊一种现状 所以房地产开发的话呢 呃基本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必须要来理解啊充分的理解这是一个风险螺旋 这几乎就是个天坑啊一旦掉进去啊 这个退不出来啊 基本就是一个死大的头部的啊 这些房地产行业啊 这些房地产的开发商是这个样子啊 那些中小型的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呃房地产开发商啊 情况也差不多啊 甚至更严重啊 大家当发现这个房地产开发在中国啊 几乎就像种庄家一样 满山遍野啊 都是开发小区啊 都是开发的啊 这种楼房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行业是不可持续的啊 这个行业的总爆雷啊 这一天啊就已经临近了啊 就已经临近了啊 这点是应该啊 看的应该很简单的 它并不是什么一个啊非常复杂的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啊 你有没有机会脱身啊 你能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啊 这个才是呃最关键的啊 问题了 现在我相信最后的时刻啊 已经啊来临了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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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oting